了解一下各位的填写动机 为什么要来选这门课 最高是这个 对未来就业有帮助 是很好 这个蛮 我再看一下到底 这个本来只是无心的 之前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没有这个选项 所以我才把这个选项加上去 本来是没有的 我后来是因为同学 还有呢 就是希望能够将文学实用化 其实我一直 从我念中文系 开始我就有一些疑惑 因为我觉得说很多东西 为什么中文系可以把课程设计得这么不实用 这么不实用 为什么我感觉我读的东西跟现代好像似乎没有什么关联 我都在念古人的东西 而且我念文学 文字学的时候 我发现文字学 我念完之后 我小传会写 我知道小传 我会写小传之后呢 好像 柯印章吗 好像 那生育学 我会读古人的那个声调 然后我要迅古学 或者是说呢 我的文学史 诗词词曲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可以讨厌我的性情 文学史也非常好 我可以了解一下古人的那种 整个文学的演变的脉络 其实相当的不错 但是有一些东西你说真的要拿来用 恐怕真的学校老师没教 所以我其实蛮长一段时间在思考 我要怎么把这些东西吃下去之后 能够把它消化吸收 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是我这些年 包含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还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要如何把它重新诠释 赋予它新生命 这才是最重要 可是我发现后面这一段 真的在学校的课程规划里面 还真的比较少 OK 有没有必要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所以我们这门课 我当然是希望说 能够尽量把你们所学的东西 能够再跟最新的科技做衔接 也就是你毕业之后的话 你会很骄傲说 我不只是指 只有就是 纯粹只是念人文的科系而已 我还能够把它用出来 这点是我觉得很自豪的一点 就像记者也很喜欢问我说 我怎么可以跨这么大 感觉已经比劈腿还更厉害了 文学博士可以跨到理科 而且可以教程式设计 而且还可以教得这么的 不敢说好 至少说 还算不算太差 那其实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思考一下 真的理工背景的人 有时候真的或多或少 还欠缺人文素养 你说人文素养不重要吗 我觉得甚至比什么都还来得更重要 一个人可能 如果单单只有工具的话 说真的 你没有感情 你没有温度 那生活不是非常乏味吗 所以其实当个工具也蛮可怜的 你会发现很多理工的 被拿来当工具人的悲哀 你常常在写 常常在抱怨 那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拒绝当一个工具人 你为什么不能从工具人里面跳脱出来 成为有一点不一样的工具人 对不对 人文素养加进去就不一样 那所以大家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一下 还有有关证照部分 那再来的话 对于哪部分有兴趣 云端App的业界需求 这个大家最需要 另外的话 App的相关的实际案例 那还有什么呢 设计 所以App的部分 好像大家比较有兴趣 再来如果成为网红 也还蛮多人选 OK 所以YouTube这部分 可能我们会 把它弄成一个单元吧 然后呢 请各位 刚刚讲过 如果你没有YouTube频道的话 请你先准备好 因为后面我们即将 请各位呢 发布你的影片上去吧 可是各位 不一定说一定要学那个 什么小玉那种的 OK 我不是说叫你一定要学那种 去泡那个泡面澡啊 那真的是 或者是说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不是啦 我是觉得你可以朝你有兴趣的 像你看那个窘心人 不也是很震惊八百 而且他最近好像宣布他已经 不再继续经营了 因为他觉得撑不下去了 OK 那 诸如此类的你都可以啦 那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部分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没有未来做准备 好像大部分同学呢 都是在有 还有跟不知道 不知道不急 OK 然后准备考研究所 没有因为找工作不难 应该是找工作不难 但找好工作应该比较难 OK 所以记者好像昨天也有问我说 那个文科毕业的同学的薪资 其实跟理科的差别多少 其实我跟各位讲 真的差太多了 同样是大学生 可是薪资可能 起薪可能会差到快一倍 而且未来的加薪幅度 也会差更多 OK 所以我觉得也许你可以 做一些好准备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什么呢 其中考大家希望什么 小叫书面 大家最小 又是小叫书面 不过我是希望说 你们可以花一点时间 也许可以 做一点上台报告 OK 要不然的话就是 这个上级测验可能太难一点 不过可能我比较希望是 才各一次吧 也许 一次是上台报告 一次是缴书面 类似这样 OK 那 这个是 刚刚讲的部分 就是说有关 问卷的部分 大家知道一下大家的学习情况 那接下来的话今天 请各位呢 就是回去的话 针对 这个ABCD 这个 总共会有 五个比较大的议题 回去先思考一下 然后下一次上课的话 可能我会请同学 上来才会做个 就是 也许是互动 还是说这个部分 请各位回去 自己写一篇 简单的报告 大概差不多五百个字好了 然后 针对这五个议题 去 当然不只是单单人工智慧 也许你是人工智慧的什么 或者大数据的什么 云端的什么 人脸辨识电动车 然后呢 下一次的话 也许我们再做延伸性的 这个说明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 剩下的时间的话 请各位就是 第一个 就是 针对 我刚刚讲的这五个议题 然后你去 网路上Google一下 针对这五个题目 你找其中一个也可以 或者你五个都要 OK 那 我希望你们 Google到的结果 不是只是复制贴上 OK 请各位 就是 把你所 看到的 Google到的结果 你写一个简单的心得 OK 那个心得的话 就针对 ABCD 还记得吧 A人工智慧 B是大数据 C是Cloud 云端 D的话是3D感测 就是人脸辨识 E的话就电动车 那你找 这其中一个 一项或者是多项都可以 然后呢 去Google到的结果 那你写一篇 大概500个字的简单 简简就好了 另外就是注意 不要抄袭 对这一次 今天的作业 OK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 因为 算是之后 后面的时间 可以给各位慢慢做 哦 哦 谢谢大家 这 наконе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今 pan 感谢观看